能够深刻体认无常 并能从中提炼生命智慧的两方 憨山大师的《醒世歌》里说 荣华总是三根梦 富贵还童九成双 老病死生谁替得 酸甜苦辣只承担 人众巧妓夸伶俐 天字充容自有主张 一般人总是新出 很难感受到无常随事 往往迷失于 才设明时税的追逐享乐 当我们二六十中 能够保持身心自在体安然的时候 就表示你在日常生活中 有关照到外界的变化 唯一不变还是什么 就是变 这个变数太大了 所以瞬息万变里 世界是很好的 可是如何维持世界是祥和 社会和谐 其实还是从人心开始 如果我们每个人的心 是清静的 是和平了 其实周围也会和谐 所以我们要从自行先改变 就可以改变外在的世界 我们的心是一个小宇宙 地球是一个大宇宙 我们在大宇宙里 如何跟大众和平相处 它是息息相关 所以心念不空过 我们要好好善念我们的心念 然后祝福 台湾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也祝福世界和平 世界大同 祝福大家 在日日是好日里 提起正念 让自己每天是发喜快乐 感受到幸福 幸福快乐 不是只是口头禅 是真的让自己 每天是活在幸福快乐中 无常来的时候 也要接受它 可是你自然 往生的时候 还是感到 我们没有白来 人世间一朝啊 祝福大家 天天是幸福 快乐 吉祥 平安 阿弥陀佛 伯法说 世日已过 命意水碱 如少水鱼 似有和乐 面对无常 最能启发 一个人的生命智慧 生命在呼吸间 常将生死 挂心头 能够深刻体认无常 便能从中提炼 生命智慧的良方 时时以伐水进化 安住这年心 得究竟解脱之道 十方新闻记者 在英荣台北采访报道